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9月14日以17票赞成5票反对 通过备受瞩目的台湾政策法 这被视为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 美国对台湾政策最全面调整 跟原先提案版本相比 有部分内容修改 向军事部分新版加注了无偿援助 形同直接军事援助台湾5年65亿美元 原先版本指定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 修改为在军备移转上 以主要非北约盟友同等待遇 象征性条款 例如台湾住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改为不具强制力的国会建议 此外外委会先前释出的法案摘要 在贸易方面呼吁美国台湾 洽签双边贸易协定 美国将促进跟台湾的 TIFA贸易纪投资架构协定谈判 也呼吁未来把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 法案还建立广泛的经济制裁制度 提高中共对台湾侵略行径的代价 新版本将制裁条件更加具体化 改成大规模升级侵略行径 包括公开或隐蔽的军事行动 接下来台湾政策法 需要参众两院各自通过 再协调出一致版本 送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